音效掌心之中的螺旋灰光闪动不已 好似一个灰色的螺旋般传出阵阵撕扯之力 提魂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双手一抽星红的锁链想要把它抽出来 却发现这锁链像是被锁死在地面上 根本是纹丝不动 眼见着那灰光手掌就要打碎天灵盖的时候 提魂的眼中却闪过一丝阴谋得逞的鬼笑 只见他抬指一划自己的眉心 一道暗红血痕便立刻从眉心处浮现出来 皮肉朝着两边一翻露出一枚暗红色的妖目来 音效看到这第三妖目脸上神色骤变 做事就要倒飞回去 然而提魂眉心的妖目已经陡然亮起 当中有一片暗红色的光芒喷涌而出 朝着他的面门上笼罩了过去 一瞬间呢 音效的神魂好似被一记闪电击中 剧烈地震荡起来 身形左右晃了一晃 竟好似控住不住身体 站立不住就要摔倒似的 与此同时 韩丽的身影骤然闪现在音效的身后 手中轻竹风云剑上的金色电丝 与此距离地闪动朝着他的后脑直死而去 但就在此时一变突起 看似左右摇晃无法自持的音效 伯耿忽然向左一偏 恰巧躲开了韩丽的剑锋 其后脑位置模糊光芒一闪 竟然露出了一张煞白的脸颊 赫然还是音效 就知道不止你们两个 只见他头颅向前骤然一穿 竟好似分裂成两道人影似的 从原先的身躯上剥离开来 朝着韩丽飞射而来 手中还握着一柄黑色的匕首 直似韩丽的咽喉 韩丽对此似乎早有防备 身后金光光芒骤然一闪 针眼宝伦呼啸而出 急速的运转散发出阵阵的金光 音效手臂刚刚刺出 就落入了金色光线之中 立刻像被冻结似的冻住了 速度瞬间减缓了下来 韩丽根本无需避让 一掌探出钩住他的脖子 另一只手一提长剑 直接捅入了他的头颅之中 然而剑尖刺入的瞬间 韩丽心中猛的一颤 不察觉有点不对劲 他急忙一撤手 身形向下一坠 可接着他的小腹处 传了一股尖锐的剧痛 韩丽低头看去啊 就见到 自己抓住的音箫小腹处 竟然又有一个音箫 探身而出 手中正握着一柄黑色的匕首 刺入他的丹田上方 刺中韩丽的音箫 嘴角泛起一抹笑意 手中匕首骤然向上一个斜条 一股粗壮煞气凝成的锋刃 骤然爆发 直接将韩丽剖成两半 五脏六腑 长肚破碎一地 大膨的鲜血泼洒而出 音箫一收匕首 探出舌尖在其上一舔 正欲自得发酵之时 呼听的韩丽声音响起 谁道友准备好了吗 可以了 净化水月 散 韩丽声轻贺 法言天地神通顿时撤去 音箫只觉得一晃神啊 再去看时就发现 眼前哪儿还有韩丽的踪影啊 只有他一个人手握着匕首 保持着舔血的姿势 而那两名九幽族幼童 已经昏死了过去 被胡三左右两个个拎着一个 不 音箫惊叫一声正要上前 却发现自己周身之外的空间 变得扭曲变形 整个人好似 把一道道看不见的空间力量 死死地挤压着 非但无法动弹 就连身体虚化都做不到 而在他的身后不远处 石川空正单手掐着一个古怪法觉 死死扣着一把银色琵琶的琴弦 脸色苍白 食指尽血 却没有丝毫放松 石川空大声地急呼 李导友 快快动手 我支持不住了 他的话音刚落 一道电光就已经报射而至 在石川空收起空间压制的瞬间 一箭刺穿了音箫的胸膛 几乎在同一时间 一只漆黑如墨的竹笼巨爪 也从上方看了下 一把扣住了音箫的头颅上 做事就要把他头颅连同神魂一起捏爆 韩力连忙大叫 且慢 说话的同时 韩力手掌连连地翻动 一柄柄轻竹风云剑被翻手取出 上面辟邪神雷 铲动不已 接连插入音箫的重要翘穴 音箫周身 雷电肆虐 口中 惨忽连连 石川空脸色有些难看 口中却是常常吐出了一口气 方才啊 皮魂先以神通震荡音箫神魂 韩力呢 趁机使出了法颜天地 给石川空争取时间 以秘术催动银色的琵琶 这才在尽可能减少战斗动静的情况下 拿下了太已经巅峰修为的音箫 不过呢 石川空之前伤势本就未平 此番又强行催动银色琵琶 倒是受了不小的反噬 禁锢住了音箫之后 百里岩尤未放松 仍是死死扣住他的头颅 眼见韩力就要上前 皮魂开口说道 主人 你方才在夜火通道中消耗过剧 松火一事还是交给我来吧 你暂且休息片刻 也好 皮魂随即走上前去 抬起手掌 并止朝着自己没心处一点 一道暗红血痕 就自其眉心处浮现出来 皮肉朝着两边一翻 再次露出一枚暗红色的妖目来 只见那妖目之中 一片暗红色的光芒喷涌而出 竟是同时扫落在 阴霄和两名幼童的身上 同时对三人搜魂 含力自存 神识强大 但是也绝技做不到 处于昏睡之中的两个幼童 突然睁大了眼睛 只是其身躯摇摇晃晃的坐起 两双灰眸中没有半点的神采 就如同这个提现木偶式的木然 阴霄呢 则是本能地抗拒了一下 但随后眼中神光 涣散开来 片刻之后 提魂妖目中 红光豁然一收 两名幼童目光在此一合 竟然昏死了过去 怎么样了 喜煞池是他们族中圣地 这两名幼童尚未经过夜火洗魂 算不得真正的九幽族人 不而尚未真正去过那里 殷霄的神识之力不弱 即使被禁锢住 也仍旧能抵御我的搜魂 不过 洗魂去的大致地形 暂时弄清楚了 那就行了 百里言文言开口 既然如此 这个家伙就没用了吧 不等别人答话 他手掌骤然一抓 漆黑的竹笼锯爪 瞬间合拢 哼一声 就把音箫的头颅捏爆 提魂一声惊呼 却是晚了一步 百里言看向提魂 有些不解的开口 提魂道友 你 你看了提魂一眼 心中明白过来 提魂愿意帮我 并不代表 他真的愿意背叛 九幽玉主 毕竟对方 对他恩情颇重 他也不愿意杀伤 九幽族人 唉 百里道友 如非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随意击杀 九幽族人了 百里言得知之后 点了点头 冲提魂抱拳说道 提魂道友 抱歉了 提魂没有说话 只是不知可否点点头 这时候胡三拎起两名 失去意识的 九幽族幼童问道 那这两个小子 怎么处置 提魂正要开口 就听韩丽说道 先囚禁于 我的洞天之宝里吧 他们两个 能得阴霄 一个太义级别 长老亲自保护 想来也不是普通幼童 说不定之后 是我们一道保命符呢 说吧 他手掌一挥 银色光门 随机撑开 胡三顺势呢 把两名幼童丢到了竹楼里 韩丽尚未来即 关闭洞天大门 神色就骤然一变 糟了 鬼目追过来了 说话之间 他手掌一挥 关闭了银色光门 提魂闻言 眉头一簇 连忙说道 这边走 说吧 提魂身形一转 当先朝着他们 之前躲藏的通道 深处掠身而去 韩丽几个人 紧随其后 钻入其中 通道向内而去 地势逐渐朝着上方延伸 斜坡尽头 却是一个钉字路口 提魂稍一辨认之后 身形朝所一转 带着众人快速离去 几个人离开不足十夕 夜火湖畔的一个通道出口 一团浓重煞气 快速地涌出 在低岸边停下一宁 从中闪出了一道黑色的人影 正是鬼目 为了追捕韩丽等人 他现在也顾不得 非九幽族人 不得擅入喜魂区的规矩 给阴虚传信之后 就撇下了一众傀儡和优奴 只带着那只毛茸茸的白色小兽 一个人追了进来 一到湖畔 他就看到头颅爆裂的音箫 双目顿时圆征 口中发出一声 震天爆喝 一股强烈的气势 从他身上爆发开来 顿时横扫四面八方 之冲的夜火湖泊 轰隆作响 一道道巨大的火柱 冲天而起 直抵雄龙顶部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